國民黨的考驗重重 但是是不是機會也開始多了起來呢 昨天這場國民黨黨主席的選戰落幕了 但是從裡面可以看到很多的數字來解析 我整個指到天外去了 可以看到很多數字來解析 像是以高雄來講 這塊我們可以好好的來聊聊了 如果你是高雄人 也歡迎在裡面 跟我們一起分享你的看法 高雄的這塊 跟大家說一個數字 在昨天這個投票率 大約是52.97% 其實比原先預期的是略低 不過值得注意的有哪些 選前在義軍突起吸納 韓粉支持的張亞中老師 9221票 只輸給黨主席 當選人朱立倫的9992票 總共只輸了771票 如果我們再細一步 從行政區來看的話 張亞中在左營 在前鎮 在鳳山 在橋頭 田寮 美農 古山 男子 大寮 人武 岡山等行政區 聽起來很多 這得票數都高過於朱立倫的 這高市黨部的副主委 就是曹歡榮 他就說 韓國瑜代表庶民的力量 韓的光環跟效應有機會 也是這次評斷 是有轉移到張亞中身上的 顯示出支持者對現況 其實真的很不滿 想要跟執政黨有所抗衡 國民黨必須要找一個 對高雄要充分了解 即使失敗也要先蹲點 能夠凝聚民眾信任感的人 這审民結構已經不一樣了 也不能再用傳統思維打選戰了 換句話說 如果你真的能夠不空降 就不空降 或者是如果今天 好 你準備現在要去備戰2022 就趕快去 然後我們再用 像我們知道張亞中老師 很善用的 把大家的身分 歷史定位講清楚 我們就用論述來戰 這是不是也是現在有很多的粉絲 還有很多的選 我們的黨員 國民黨黨員 他們在投給他的時候 尤其在高雄的這一塊 為什麼他在這麼多區塊 是贏過朱立倫的 他們的考量是不是因為這樣 認為說真的要選一個 能夠在地感 能夠接地氣 而且這一次不要再軟趴趴了 直接跟民進黨硬碰硬把 就算是火車對撞又怎麼樣嗎 我們來聽聽看細部分析 我個人認為昨天張亞中先生 他在高雄拿出來的成績 其實是出乎意料的好 這個顯示什麼 這個有兩種現象 第一個現象就是 張亞中先生他的論述 的確打動了許多黨員的心 譬如說喚醒黨魂 維持過住中國國民黨的尊嚴 第二個就是 張亞中先生這個論述 的確在國民黨中 已經形成了一苦 不可輕忽的力量 那至於許多人在講說 那張亞中先生未來會不會 有可能轉在縣市長 我覺得還要多方面的考量 那我考量有兩點 第一個 目前張亞中先生主要談的 還是兩岸的論述 包括統獨 包括九月共識 包括台灣跟中央大陸間的關係 但是其他對於 主要的一些民生議題 還有人民感興趣的議題 以及國民黨目前主流 在推動的一些議題 張亞中先生目前 並沒有那麼完整的論述跟政策 張亞中校長在這一次 黨主席的選舉當中 在北高兩市取得比較高的支持度 來自於藍營的基層自主黨員 對於無能的民進黨 卻無法提出更強而有力的監督 把民怨導向了黨院 才會在這一次的投票當中 投給了對民進黨相對強硬的 張亞中校長 這個也讓人回想到 當時的韓國瑜市長 也是在高雄立抗執政 二三十年的民進黨政府 而形成了一股寒流 我想是因為在整個的論述過程 看到張亞中校長 對於民進黨施政無能 天怒人怨的這些現象 他提出了非常強而有力的批判 以及強烈的戰鬥意志 我想這也是未來的主席 他必須要去思考的 我們的國民黨要如何轉型 如何展現我們的炮火 跟我們的強烈監督的 這樣的意志 要帶給人民幸福 然後有效的去抗衡民進黨 這樣的一個戰鬥意志 必須要出來 剛剛看到的是 我們就昨天的選舉結果 用選區來分析 有可能之後的動向 或者是他有沒有可能 真的要在2022去挑戰監困選區 我們就來聽聽看 在今天其實張亞中 他也特地接受了中天新聞的專訪 他究竟是怎麼想的呢 那我的支持者中間其實 當然有很多是韓粉 我就很高興 那韓粉是什麼 其實他們 其實韓國瑜講一句話最有名的 就是打動人就說 魔王世上苦人多 我想這句話其實 很觸動每個人的心靈 那同樣道理我也提出了很多 我們國民黨的魂在哪邊 兩岸關係如果敵對 對年輕人到底有什麼未來 這東西也會觸動到 另外也觸動到了很多人 他看了我敢於勇敢的反省國民黨自己 我們國民黨到底錯在什麼地方 如果自己不能反省 就是沒有勇氣 所以我會覺得說 支持韓國瑜的跟支持我的 的確他們在心理上的那種苦 心理苦或者對於國家 對於黨的期望 其實真的是非常高 那我常常講一句話就說 其實我們中國國民黨真的很對不起 很多基層 我常講這些人 每次在選舉的時候 都是含淚含恨含血投票 但是好像上層怎麼變動的時候 跟他們好像這些底下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永遠是等著被召喚的一群 對 就像我這次的民調會非常高 其實的確有很多非黨員的 特別是年輕人對我的支持 當然我很高興跟韓粉有相當大的重疊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對於一個參與政治者來講 滅越廣是越好 而且這個滅越廣 他們的跟你的越來越心心相逸 這是最好 所以我覺得滿好的 我覺得韓粉支持我非常高興 我也希望更多的粉能夠支持我 但對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我昨天也講得很清楚 我真的不希望有什麼張粉 也不希望有什麼張派 如果說我們中國國民黨有什麼粉的話 一定是孫中山粉 我們叫他叫孫盆好了 或者我們有什麼派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是愛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 當然這個選戰是選完了 不過針對國民黨路線 仍然持續在發酵 東華大學的民族所教授 施政鋒就坦言 朱立倫接下來面臨了兩大考驗 除了在選戰期間 可能也有下手比較重 產生了裂痕的問題 也得走出新的論述 否則難在2024 跟民進黨拉出去隔 接地氣這塊可能還要再努力一點點 你知道連朱立倫都覺得有一點點 他當然進步很多了 朱立倫有點像是林佳龍 你知道感覺上就是不是很大心那種感覺嗎 所以張亞中你知道他是我們同行的 我們都是可以談得來的 這只是說我覺得跟要踏出去一點點 這一部分我沒有說他不行 就是說他也沒辦法去努力 就那麼短的時間他有沒有辦法去努力 朱立倫他要如何再去做整合 其實應該有三個或者是兩點 就是說因為他在重要關頭的時候 要醞釀 他要擺脫江啟臣對不對 醞釀對決或者是氣保 所以他下重手 就是紅筒有沒有 OK 所以那當然是稍微有點強 應該要回去檢討一下說 張亞中代表什麼 也許就是韓粉的現象 韓粉背後是什麼 軍公教 可能也就是認為說 在過去民進黨上台以後的年金改革 他認為說國民黨沒有很捍衛他們 我想這一塊的Kimochi的部分要去 還是你要跟民進黨跟KP如何來做區隔 那就是大產品 你知道剛才我講是經銷 你知道那個所謂的 那個我們知道加盟店跟指引的那個關係 然後現在是產品的問題 就是整個光譜上 因為九號共識已經被上一次 小英把他用習武條幹掉了 但是目前為止沒有看出來 有很特別的論述 坦白講還是馬總統的那個論述 所以我是覺得他可能還要 這個部分先好好想 不然他跟民進黨太接近的時候 所以你如果要打迷魂戰的話 那到時候搞不好是 柯文哲也就賺到 小英俠 在那邊 讓混成 有時便會 靠小英俠 有時便會 有時便會 在右邊 電視出來 可限